地面站 主要負責新建產品的接運 吊裝 轉場對接 燃料加注 以及空調 水 電 氣等各種勤務保障 我們下轄 塔勤 加注 廠勤 特裝勤務 供電等十多個分系統 可以說是介入任務最早 射出任務最晚的一個單位 可以說我們地面站的工作 涵蓋了任務的方方面面 燃料加注是火箭發射前的一個環節 一般我們是在負48小時 開始燃料加注 而這次北斗衛星 我們是在負24小時進行加注 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考慮 保證那個火箭的發射條件 加注結束之後 我們已經在火箭發射前 副15分鐘進行測離 電電站的話是要求是24小時有人值守 因為供電網上不分昼夜 它每個場所都是需要有電能安全可靠的輸送過去的 雙方回到座 rear 水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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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時間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